刘亦菲和干爹陈金飞 陈金飞亲自为干女儿改名为刘亦菲 并为她铺好了以后的路 专门为其成立红星物经纪公司 其也因小龙女一角色而迅速走红 对于她 陈金飞可谓是不遗余力 势必要将她推向好莱坞 现实中 对她更是爱护有加 仅一个成人里就好值180万 明星背后 你们不知道的那些干爹们 雪花新闻 范冰冰与干爹甲云范冰冰曾与红金宝合作搭档 两人也因此传出不少绯闻 直到现在 就连范冰冰居住的SOHO现代城公寓 也是红金宝花费两百余万位范冰冰治下的一处房产 本想着可以借此上位 可惜当年红金宝还没有红到那种地步 这是范冰冰唯一感到遗憾的 明星背后 你们不知道的那些干爹们 雪花新闻 大S与干爹杨登奎 大S能搭上干爹杨登奎 真的是她的福气 她旗下拥有八大电视台 经营餐厅 证券公司 录影业 电影院等 并从事赌场 股票炒作 大小S之所以在娱乐圈肆无忌惮 跟这位干爹我想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吧 明星背后 你们不知道的那些干爹们 雪花新闻 陈宝莲与干爹黄润中台湾三大仇男之首的黄润中 输在颜值却赢在了财富 两人关系在圈内已经不是秘密 两人都曾说过对方是自己的一生所爱 随后一直以前女儿的身份亮相 明星背后 你们不知道的那些干爹们 雪花新闻 甲敬文与干爹吴敦 可以说甲敬文的路都是吴敦一手铺成的 明星背后 你们不知道的那些干爹们 雪花新闻 黄紫棋与干爹邓建国两人原本只是干爹和干女儿的关系 但后来日久生情 两人终成眷属 结为夫妻 邓建国 广东巨星影业公司董事长 明星背后 你们不知道的那些干爹们 雪花新闻 阿娇与干爹欧阳国父甜美清纯的阿娇 世人不清 任了毛山师傅欧阳国父为干爹 直到干爹被捕判刑81个月后 两人才划清关系 大同转木岯芝里 老医呀 但是边最后就 years time сказала牧野公司 毕童小子 老医李 一项 一项 老医 老医